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是被烟伤透的心 没错 这得跟大家宣传一下 香港医生说的 说抽烟血管硬化 硬化之后就坏死 坏死你知道会造成什么 这个心脏 从这个血 从这个房子 蹦到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这不是穿了一个眼 叫半膜回流 就咚一下呼 咚一下呼 又回来一点 听完意思 你现在还抽烟 我现在戒烟 就是出去不带烟 戒别人的烟抽 他只抽伸手牌 他一天抽自己的烟 只抽一根 别人的烟就不限量了 已经好很多了 所以你看我们两个同命相连 你看我们斗鹅院 有艺术细胞 你还要斗维 其实大家 被人叫过斗维二号 我跟你说 现在这个年代 都是一个喧嚣的年代 那种商业包装的年代 你不要斗维自己 在一个角落里 自己搞他的音乐 没有什么人注意到 可是实际上 我觉得挺好听的 斗维有很多音乐 我在车上就听 有他自己的调调 你知道吗 不过我为什么扯起斗维呢 我有一回看杂志上 有人采访斗维 斗维就说这个年代 说这个年代 连这个爱情都变质了 对吗 我作为他的本家 最近在新闻上找到了物证 这是爱情变质 桃花运 这个桃花都能是假的 你你知道吗 在陕西同川的一个地方 就跟日本有樱花节 最近樱花节 最近他官方 当然他出面向游客们道歉 这个咱们就应该谅解人家 反正就这么回事 就是说桃花 这个气候晚了一个星期开花 但是游客5000多已经来了 所以当地就怎么办 说我们为了烘托气氛 把桃树上都绑上了假桃花 绑假桃花 然后旁边放一个音乐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等你等到花儿多些年 这花永远都不卸 你还假花 所以我说你看 现在的桃花 这是个这个意象 现在的桃花 桃花是假桃花 桃花是塑料 塑料玉 对爱情都是塑料的爱情 这你这有点不公平了 像桃花樱花这种花期比较短的花 那真的是这样子 那日本你知道赏樱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们这个每一年 可能提前几个月 他就会准确的预测 今年的三月几号到几号 到四月的几号 他就一周的时间 他会给你个很准确的预测 所以大家要去看赏樱的时候 他就要集中在那个时候去赏樱 那可能因为我们是办的第一届 对不对 可能还没有做这么准确的预测 所以就是桃花用的时间预测错误 对 所以搞出来假的 你们讲假 我最近在反省 对关于打假 我想出个好方法 我们分析讲现象 不讲原因 我想出 就打假从自己开始 我现在想出一个方法 就是说 我觉得自己晚上睡觉前 反正你对着你所信仰的东西 不管你是对着十字架 佛像 或者是 斗魂涛的照片 可以 或者是你崇拜的比方说什么艺术家 或者实在不行你照镜子对着自己 就是你的图腾 就是图腾 想想今天有没有做假 我 我昨天晚上就做了 结果我想 我一下飞机就做假 做什么假 这种假叫什么呢 你看看我该不该做假 我机场一出来 上一出租车 出租车一听 我到朝阳公园 他就嫌路近 你知道在北京是这样吗 朝阳公园这个路是比较近 没错 但又不算近距离 没错 所以一上去呢 我就知道他会不高兴 我一上去跟他打招呼了 我对不起 我这个路比较近 到朝阳公园 他说也不用对不起了 等一下到外面路口呢 人问了 你就说到大山子 是是是 这样呢 到立都 对 他呢 跑出去的地方 他就拿了一个回条 那个回条呢 然后呢 他也没问我 就里边的人就问他 说到哪 那他就带我打了 到大山子 那里面看 我呢 默认了 然后呢 这就作假 但这种作假叫什么呢 我仔细想一想 叫 善意的谎言 叫不损人利己 也不利己 不损人也不利己 而且呢 合乎人情之常 对吧 人家司机 他排几个小时 对 好不容易排到 拉你这么一活 对吧 但是 但是我一路在想 我这是错了吗 你觉得我这样的作假 错了吗 我每次都这么配合 他们说 这真的 我在北京机场 每次他都让我这么说 说到立都 你知道吗 原来你还常常这样 每次都这样 因为他就一等 他就慢慢咧咧 怎么倒霉 倒霉 我等几个小时 怎么等着你了 你怎么办 我还都给他点钱 我是不容易 低哥挺辛苦的 这个 我仔细想 这个事情 其实任何假的东西 都伤害别人 其实说不损人 只是不损了眼前这个人 但是你想 他一多回来 对于其他排队的人 对对对 对严格说来还是个少 但是那个看不见 对你要胸怀天下的话 这天下不公了 但是他个人 个人是合情合理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觉得应该要做一个 不损人 不利己的做法 还是 不损人利己 不损人利己 那我的经验是 我凯宾司机 也是在那一带 也是很近 我以前不知道说 我每次说我要去凯宾司机的时候 他们就跟我讲说 不认得路 他直接告诉我不认得路 然后我问到第五辆车的时候 终于有人认得路了 然后我说 那为什么前面的司机不认得路 那么出名的一家酒店 他不想载你去而已 太近了 那是我对于北京的地形 不是太理解的情况之下 然后他在车上 他非常委婉的告诉我 我们很不容易 排了几小时的队 拉你这么一点点路 这么一点点钱 然后那时候你就知道 OK 就加钱呗 是 你加钱你没做假 但是我总觉得我们这个是一个 我们这是做假吗 你觉得 是 当然是做假 所以我觉得好 我们现在面对的假 一种就是损人利己的假 比较容易辨认 比方说你乃乃分里面 加三去清安了 比方说染色馒头了 那个家的人都知道 我有好处 别人会倒霉 对 那这种是比较清楚 我们上次都讨论的农民 那么朴实的农民 为什么还做这个事情 他为了对得起家里人 他可能为了父亲 老父亲生病要钱 儿子要读书 他有一大套家庭伦理的道德 支撑他 所以观音菩萨也不信了 革命道理也不听了 职业道德也不顾了 这种我们大概能够避免 至少我自己 我觉得我晚上要 要忏悔的话 照着镜子对着毛主席 我这种不做 但是刚才这种 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 比方说现在有人 找你都问他拍广告了 跟你说150万 有点好事 150万 那你说行 可最后那张单子上来 180万上面写着 那你就问了 那怎么180万呢 那它很简单 那是国际品牌 那180万是人家 大公司给的钱 但是我们之所以找你 不找广美 你看我们也很辛苦吧 你明白 你这个180万当中 有一部分呢 大家心照不全 假如你不接受 可以 那我们给找别人去了 那这个时候 你要是拒绝的话 你150万也没有了 这个 这种我称之为叫什么 叫利人利己的作假 你明白吗 谁都不损害 对不对 我做你的经纪人 我得了30万 那你得了150万 你要是跟我过不去 那我也不是给你了 碰到这种情况 你做不做假 哎呦 你说这个这个假呀 很多假已经成了我们的人情事故的一部分 对吧 这个东西就就很难说 但是你要严格来讲 你比方说我们我们书生期来讲 你比方税务局要查 你签的单是180万的单 可你实际上拿到150万 这个理论上这个是 这是犯法的 哎 反正我每次打低 真的真的 你要照这么说 那我每次回到北京都做假 不是 而且你知道我也不就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咱们这个北京机场啊 就是也不光北京机场啊 就是这个国内其他很多机场都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排个队 怎么就弄不成 你要说维持秩序的都有啊 也有 可是他一定给你弄个里里拉拉 你知道吗 你比如说排北京机场打低这个队啊 他最后也不知道弄成什么 非让这个旅客啊 说你往前走 往前走 往前走 走出300多米 你知道吗 你去找一辆一辆车 一个一个去找 我不懂 你比如在香港 那么就排嘛 车到了这儿上一个走 上一个走 为什么在北京机场这儿 他总要弄成这种提这个行李箱 你到后边去找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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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干嘛要弄成这样 我替他们说说话好吧 我觉得北京这个方法还是好的 他加快速度 他把车大量的过来以后 把人成群的放过去 就这样的 你要想 他这样一做的效果是 同时有五个甚至十个人在同时上车 你觉得这个好 对他加快 你要是到上海的 那个原来的旧的虹桥机场 你要是去过你就知道了 他下来车极多 乘客极多 可是他上课极慢 他就是那么 一下来飞机下来 非得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才能上到出租车 就是他那个时候 我还每次跟他们提的 我说你们不能想个方法 让就是 让乘客 因为车极多啊 那个等个也很长 那方面也很长 我觉得北京这还是好方法 我们下期再见 本来徐老师是在说什么来着 我就是讲 我就是讲啊 就是我们社会就普遍的造假 我们大家都不满意 尤其是食品造假 对不对 证件造假 我这两天我自己反省 就是说连我们自己 我们算是出来帮社会说话 可是我们自己